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 作者风尘散人 演播紫金 后期制作哲戟 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 混沌之气凝聚而成的云层里 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声 恐怖的淡蓝色电光 在云层中吞吐着 电光绵延十几公里 照亮了整片的梵天净土 也樱头出了青衣那边诸多圣人恐惧的神情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中 只觉得心中畅快到了极点 青衣这个时候大概也是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不掉了 所以干脆也不透明 带着她那批人就注力在远方虚空中 默默地看着我这边 估摸着已经做好了和我一起来承受天罚的准备 不过都是放在寻常的时候 以她的手段强行介入天罚 即便承受打击力量是数倍于我 恐怕也未必会死 可是现在她重伤 满身都是裂痕 随时都会崩溃 我就不信她还能扛得住 恐怖的天罚之力仍旧在云层中酝酿着 这片混沌世界中也是一片死尽 唯独浑身是血的我在举刀狂笑着 此刻我确实已经将近癫狂 最终 按嘴着巨大的雷鸣之声 天罚之力终究还是落了下来 这一次我生命形态进化与逆天改命那时候 情况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招惹来的天罚之力不是特别的恐怖 至少这一次招惹来的并非是 一重接着一重的九重天罚 但威力也是不容小觑 那时候 淡蓝色电光铺天盖地地 从混沌之气中降落下来 每一道电光都足足有水桶促起 一下子将整个世界都淹没了 我高高举起摆壁刀 口中发出了忘情的狂言怒吼 与此同时 笼罩在我身上的血色巨人 也是高高举起手中的血色尝刀 下一刻 我就已经被一道可怕的电光笼罩 电壶噼里啪啦弥漫着 威力可是不小 不过 最终还是被我身上的血色巨人 给挡住了 就是不知道这血色巨人 到底能扛多久 恐怕等这血色巨人被打散的时候 便是我在天法之中陨落的时候了 毕竟 这血色巨人是护体杀气所化 和护体杀气一样 如果打击力度足够恐怖的话 最终还是会被打碎的 我不想死 至少不想死在亲衣的前面 反正以我而言 生命到了这一刻 算是彻底走向了终点 心脏被冻穿 还能蹦跶多久啊 所以对于自己的生命精华 也没有那么看重 又一次 疯狂地点燃自己的生命精华 在激发最后的潜能 同时 我双眼也是在环顾四方 注视着周围的情况 事实上 天道蒙那边情况 比我这边惨烈得多了 这天法之力作用在他的身上 杀伤力是数倍于我 我注意到 天法之力降落在他们身上之后 甚至会有一个直接炸雷的过程 有一个圣人在之前交战中 已经身负重伤 无处以外 他应该是受到了 陈玉和海瑟薇的双重打击 胸膛发黑 身子摇摇欲坠 明显是中了血骨鬼尸身上的剧毒 而身上的衣衫 到处都是一条条裂痕 就像是乞丐装一般 无处以外 应该是被海瑟薇的 剑刃风暴所伤的 受到了这双重伤害 他早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而今这天法降落下来 他第一个早起 在第一道雷光 他没能闪开 被击中的刹那 轰的一下子 就直接炸成一团烂肉 场面血腥无比 除此之外 剩下的圣人 也是接二连三的出问题 我看到 其中有一个圣人 原本躲过一道雷光 不过也是堪堪躲过而已 哪知道那雷光之后 紧接着就是一道比较细 但是却比较犀利的雷光 降落下来 来的可以说是猝不及防 他自己也是手忙脚乱 不幸被击中头颅 就是很细的一道雷光 愣是直接要了他的命 当场击穿头颅 我能看见 他天灵盖斗 扑的一下飞了出去 最后落在轻衣的脚下 这天法所奉盖的地方 映然已成为圣人的屠宰场 至于轻衣的话 淡定得很 在一连承受两次重击之后 竟然手持雀鞋剑 又一次开始舞动派击剑 那一把雀鞋剑 如灵蛇一样舞动 竟然能利用四两拨千斤 把所有雷光都给化解 他对于其他圣人的相继陨落 是视若无睹 哪怕有圣人天灵盖 已经炸到他的脚下 有圣人的血肉 喷溅到他的身上 他都是毫无反应的 每当有雷光 朝他落下来的时候 他都会用手中雀鞋剑 一道蕴含着 大道轨迹的太极剑 去迎接 轻而易举的就能化解 将那些电光吸引在雀鞋剑上 来回舞动一圈 有如剑锋上 喷吐出了可怕的电光一样 而他正在舞动这些电光 最后一甩手 将那些电光导入别处 在别处炸裂 甚至 如此他还仍旧有余力 将胖子和张金牙 都列入保护范围之内 时不时地回去帮胖子 化解一下那边的问题 至于林青他们 此时此刻 已经全部躲入昆鹏的腹中 昆鹏承载着他们 正在雷海中来回传说 几乎都快化作一道 不明不灭的混沌之光了 很显然 天下第一急速的能耐 现在是彻底发挥出来 就算是雷光 也无法捕捉到他们 更是无法影响到他们 这让我着实松了一口气 看来所托是正确的 这昆鹏的能耐 确实是可以在天法中纵横无将 这么一来 老白他们几个人 安全就不用我考虑了 现在我唯一的敌人 就是轻衣 我一边强行对抗着天法 一边在观察着轻衣 此人虽然已经是强弩之末 但是表现出的能耐 仍旧是让我心惊 照这么下去 岂不是说 他不费垂灰之力 就能够将这天法之力 给化解吗 那我如今所落的一切 将毫无意义 反正一死一成定局 不如拉着他来给我点背 我心中所思 很快就付出于实践行动 最后我也不去 与那降落下的天法之力对抗 直接用血色巨人伸去 直接硬扛 而后整个人朝轻衣冲杀了过去 此时 一往无前 我绝不回头 血色巨人在雷海中狂奔 发出了沉闷的脚步声 我已经完全的癫狂 放弃了防守 一味地去进攻 用身体强行扛下天法之力 只感觉浑身震颤 滋味不好受 不过全都被我无视了 直奔着轻衣就冲了过去 轻衣这个时候 终于注意到了我 眉毛当场就立了起来 大鹤的 隔天钟 你当真以为能留得下我吗 说完 他抬起手中雀鞋剑 一剑挑了一道雷光 手腕一抖 剑锋来回一旋转 很快就卸下那道雷光可怕的力量 竟直接控制那雷光 然后挥手以雷光左边 朝我这边猛然激了过来 那雷光爆发出一声爆响 若一条雷龙一样击穿空间 直奔我而来 给我开 我怒吼了一声 在奔跑的过程中一跃而起 驾驭着靴色巨人一刀朝青衣那里劈了过去 杀气如何 与那条雷光碰撞在一起 一瞬间可怕的爆炸就发生 电弧穿梭 能量风暴席卷四方 而我自己跳起来之后 却不曾有丝毫的犹豫 整个人直接穿过那片电弧 去世不见 直挺挺挺挺地朝青衣坠落了去 此时此刻我永不可当 在生死一刹那之间 只想拉上青衣与我一起共赴黄泉 灭了她的轮回 眼中也只剩下青衣 怒吼道 今日你走不了 陪兄弟一起死吧 说完 我抡起血色巨剑 在坠落的过程中 一刀朝青衣的脑门子上 招呼了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